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益州表示 2022年是联岸关系重要的节点 第三份涉台白皮书发布 佩洛西窜台 台湾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大败等系列事件 对联岸关系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杨益州表示 他对联岸的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 国家统一 充满信心 因为决定联岸关系发展的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只要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信心 对联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国家和平统一就有信心 当前 祖国大陆已经足够强大 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独已不可能 统一已成趋势 因此判断台湾不敢读 不能读 不愿读 全国人大代表蔡培辉表示 作为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 倍感责任重大 也不能辜负各方的信任 他说 我是台湾省人大代表 根系台湾人民 我要依靠祖国大陆为台湾人民服务 担责 发声 接受各方的监督 忠实履行代表职责 要集思广义 凝聚台湾人民的智慧 反映台湾人民的心声 坚决反对台独 坚决捍卫一个中国的原则 绝不动摇 为台湾谋稳定 谋经济 谋发展 做好一个代表的职责 全国人大代表陈云英则憧憬着统一愿景 陈云英说 一部分台独投机分子 操弄台独获取最大利益 刺激广大台湾同胞的不安心理 从而骗取选票 还有一部分则是完全无知 从没来过祖国大陆 也不知今天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他们都缺乏对强大祖国的认知 我们要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这样一个最伟大的梦想跟奋斗目标 跟台湾同胞去共享 希望台湾同胞听见大陆有疫情 很爱台湾同胞的人 日以继夜的 在为同胞本谋狐利 日以继夜的 苦思最好的和平统一方案 陈云英表示 虽然现在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团 只有13位代表 但我们是在帮所有2300万台湾同胞卡位 我们13个代表 都在帮助2300万台湾同胞卡位 就是说希望有一天 现在更年轻的可以看见这样的愿景 有一天和平统一以后 他们也来当当代表 当代表当为人民服务 为同胞谋福祉 这一天和平统一以后